前面一开始要带您看到这一位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 从过去参与总统大选之后已经很少公开露面 平常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就是爬山 而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规划农历年后将走透透布局2014选战 去年底还传出张昭雄一度贤命跟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密会 谈罢免国民党立委的事 但是他一概低调必谈 好久不见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周末假日 他最爱的休闲活动就是爬山 我常来我没有到九五红 我都只到那个万少爷 我没有到天天但是几乎天天 走完50分钟的山路张昭雄脸不红气不喘 和山友有说有笑 好体力据说就是靠天天洗冷水澡来维持 很少露面的张昭雄最近一次在镜头前出现 就是8月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已故夫人陈万水火化当天 四个多月过去 这一阵子传出宋楚瑜酝酿在1月底复出 开始下乡走透透布局2014选战 我不太清楚 多久没跟他见面了 通过电话了 但是一段时间没见面 应该还好吧 一台老搭档的动向 但去年10月一度传出他贤命 要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见面谈合作 全面罢免国民党趋于立委 我不太清楚 亲民党对这2014有什么规划吗 就你的 我没有在参与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党务三间其口 亲民党压着滑水 每一步台势受到关注 民事新闻周建威 省建宏 孙培俊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